大家好,我是刺瓦大师 我现在在泰国的曼谷 今天是我们来到曼谷的第二天 今天我们第一个景点 叫丹能沙朵水上市场 丹能沙朵在泰文的意思是宾至如归 当年太皇拉玛武士曾经微服厨房到此 村长并不知道是国王 但是一样热情的管代他 太皇深受感动 于是便以丹能沙朵命名这个地方 水上市场从此经就不衰 他距离曼谷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是泰国最知名的水上市场之一 很多电影都在这来取景 包括007 还有尼古拉斯凯奇的Bangkok Dangerous 都是在这取景的 这里也成了各国游客来泰国 必来的经典行程之一 因为它最能充分展现 早期泰国水上人家传统生活的形态 水上市场的生存是有位自身的地理条件 纵深交错的河道 来源于湄公河 河水的支流 这里的居民家家户户都在水上度日 都练就了一身河上掌斗划船的好身手 繁华的小运河不准大船进入 多数船现在仍然是手工滑江 这里的河道也纵横交错 像蜘蛛网一样 这个区域 看一样 是有很多华人的背景 可能是早年华人居住的地方 每天早上大约七点开始 当地人就开始交易了 一艘接着一艘的小船 从附近驶来 买食酥水果干货小吃等等 在船上煮米粉 挂椰子 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景象很壮观 大约十点左右 除了小贩的船 在观光客的船就多起来了 经常出现塞船的景象 如果你想买东西 可以随时叫停 这里的主要食品 包括米粉汤 泰式炒面 还有传统的泰式奶茶 当然 还有各种泰式甜点小吃 和大量的水果 春流不息的人潮 琳琅满目的商品 小摊 让这个水上市场充满了热闹的 购物气氛 想用船上买的泰式美食 也可以借机 欣赏湄公河的秀丽景色 是体验泰国风情的另一种方式 这个水上市场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啊 虽然没有威尼斯水道旁边的华丽建筑 也没有那些雕塑艺术 但是 这里古朴简陋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在这能看到 来自各地的旅行团 这个旅行团好像是统一发的草帽啊 哦呀 蟒蛇 我很很怕的东西 但是好像泰国这个地方 蟒蛇 也是这儿的一个特色啊 下了船来到岸上 可以逛一逛市场 哎 昨天我刚讲到船面 今天就现场看到船面了 我们也随着人家 人流逛一逛这个水上市场 很多人从桥上往下拍照 我也来一张 这个视角确实不错 这个水上市场还吸引了很多艺术家 他们往往现场创作 现场贩卖 这就是其中一个艺术家 正在作画 我也走近了 拍了几张他的照片 再换个角度 看看这个单能沙堵 水上市场 给我总的感觉 是这个地方充满了泰国的风情 但是呢 另一个感觉就是 这个地方商业气息 太浓厚了 少了些质朴 也难怪 这在很多地方都存在这个现象 包括像中国的一些著名景区 也是如此 用手机抓牌的一些人像 他们的表情各不相同 栩栩如生 离开了水上市场 我们来到下一个景点 叫树珠庙 这是距离曼谷65公里 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鲜活鼎盛 是泰国十大最灵艳的寺庙之一 它最大特点就是在于 整个寺庙都是被盘根错节的大树缠绕的外形 十分奇特 形成了一种树中有庙 庙中有树的错觉 让人感觉深不可测 人称树中庙 据说这个庙是为了纪念 泰国历史上曾经带领泰国军队 打败缅甸入侵者的郑昭 人们管的叫郑王 泰国人认为没有郑昭 便没有今天的泰国 寺庙附近是泰拳公园 泰国的拳术 伸手识人喜爱啊 泰拳和中国武术一样 都是世界文明的功夫 所以在泰国 男人席拳是很常见很正常的事情 在这里 真人大小的泥塑雕像 把泰拳的一朝一世 栩栩如生的展现出来 好 今天就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 欢迎关注点赞并转发